我們今天真的請了一個直播團隊 進到我們鞋管裡面去了 不可能吧 主持人 進去了 我也覺得不可能 但是我們直播團隊跟我說 他有辦法進到鞋管 所以我們真的來看一下 鞋管裡面的直播長什麼樣子好了 像瘋馬桶一樣 我們下一個環節是 好 回到現場 我們是PBS新聞台的新聞 瞎瞎瞎 很難得來到現場跟大家探究一些 世界上難解之謎 以及社會上一些動態的現象 我們請到三位時事評論者 為我們評論今天的節目 好 首先是蔡同 我是蔡成如老師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是凡凡 大家好 大家好 晚安 我是冠博士 好 最後是康康 大家好 我是何瑞康 好 這三位時事評論者呢 各有自己不同的領域 以及擅長的部分 我們先請我們的蔡老師 蔡老師可以先跟我說 你們擅長什麼樣的領域呢 調酒 調酒 所以您是個Bartender 不是 不是個Bartender 但是你很會調 是你個人的興趣嗎 沒錯 在家也很常會跟著節奏一起調酒 然後我同時也是個音樂人 是 所以我會邊做Beboss邊調酒 那可以請你為我們現場展示一下 你Beboss跟調酒嗎 不方便 好 我展示 好 我展示 好的 那下一位冠老師 喂 認真正常的表演啦 因為這個是嚴肅節目 不想看到這麼的 有點清楚的表演 不好意思啊 請問這 冠博士 冠博士平常是專業什麼樣領域呢 為什麼叫冠博士呢 動物研究 動物研究 您身長是哪 林掌類嗎 還是昆蟲呢 還是 鬥牛犬 專門研究鬥牛犬 沒錯 它的手長大小啊 然後那個小肉球之間有沒有香香的 這種感覺 你就是個狗奴而已吧 沒有 研究的 有在研究 是研究的 對 請問鬥牛犬發作 的聲音的時候大概是什麼情緒呢 先不管什麼情緒 總之先抱住他 哦 那如果他咬住你呢 還是抱住他 真的是很有愛呢 對 愧是能夠研究鬥牛犬的人 冠博士 哦 冠博士 是 那最後一位就是沒有什麼稱號的康康 哦 是 何瑞康先生請問你是在做什麼樣研究 或是什麼領域的專家嗎 就是一些投資操盤之類的 哦 哇 我相信這次大家最有興趣了 可以為我們報一下名牌嗎 呃 三大六七七四四二 這是大樂透嗎 對 好了 不好意思 我平常沒有在做這些 這個玩的 那平常很多股市的一些賣動 我都有在注意啦 哦 是是是 那由哪一支股票你覺得最近最值得買 哪一家公司你覺得發展不錯呢 長榮海運吧 哦 這好像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哦 不是什麼新鮮的知識的 嗯 但 沒關係 叫出來了嗎 至少你是正確的 沒有 長榮海運是在低點嘛 很低啊 低到不能再低了 剛好可以買 該買了 該買之後它就會起來了 你買它就起來了 你們一起買它起來更多 呃 對 對 因為股市就這麼一回事 我的就會賣給你 沒問題 對 講了一個很基本的操作原理 但沒關係 那今天三位的專業呢 雖然說不是很專業的感覺 但是我們今天又用不到 不好意思 什麼叫不是很專業 哦 我快受不了了 你這樣我會 我會 抱歉是我失言了 抱歉是我失言了好不好 請不要攻擊我好嗎 他會攻擊你 我會把他拉住 我會把他拉住 好 但是我們今天來這邊 是有探究一些主題的 是 首先我們看我們第一個主題 要聊的是什麼呢 你看 哦 來了 看就知道了 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 鬼屋的畫面 是的 所以呢我們在探訪靈異事件 靈異的事件 對 在靈異事件 對於台灣來說 一直是一個 很有興趣很有興趣的話題 哦 那其實我們 請了一個直播團隊 進到鬼屋的現場裡面 為大家開一個直播 所以我們現場討論 這個直播畫面 這個靈異事件 到底長什麼樣子 哦 沒有問題 這我很有興趣 好 交給我吧 準備好了嗎 那八字比較重的 要稍微祈禱一下 好嗎 我們現在進到我們直播現場 我們請看我們直播現場 好 哦 對不起 我們這網路有點Lag 哦 哎呀 這個邪門啊 哦 對 這個地方大家知道嗎 哦 這個是一個 秘密集會的一個暗號 就是 上面是 E嘛 不是I 然後下面AM就是凌晨嘛 然後這裡集合 哦 一點 一點 凌晨就跟你說這裡集合 哦 哦 OK 那 你們覺得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呢 我覺得這應該是類似一些廢棄的意願吧 嗯 感覺很潮濕 感覺很潮濕 對 這個從這個影片裡面可以感覺出來 看得出來 所以也就是說 鬥牛犬不能進去 等一下 他們容易發霉 我是說真的 哦 真的嗎 鬥牛犬會進到這地方嗎 就他們如果感應到什麼 會想進去驅邪之類的嗎 哦 這個不太確定耶 會不會待會就有什麼東西出現了呢 哦 這個不知道 哦 哎 哎 哎 我們出現了一個 哎呀 感覺靈異現象的頭顱出現了 哎呀 哎呀 兩個頭顱出現了 有一點太突兀了吧 對 不得 OK OK 欸 好奇怪 他感覺在喝著一些什麼 他這個無頭獅喝了之後去哪裡了呢 因為這一隊無頭獅呢 當初是被埋在沙漠裡面 所以他們一輩子很缺水 他們很想要喝 很渴 所以他們不斷在這邊喝 然後他們喝完以後 他們就會沈浮 你等一下看 他們等一下就會沈浮 等一下又沈 哦 消失了 還真的消失了 哦 存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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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被玩到魚鼓掌尖耶 呃 我必須要說 那他現在流出 剛剛流出頭髮的部分是什麼意思 蛤 他剛剛一瞬間只流出頭髮的部分 對 有些破綻的出現 為什麼會只流出頭髮呢 蔡老師 就是他這個那個靈力啊 還不夠的完整 所以他沒有辦法把他的頭髮給遮住 啊 那不然 那他剛剛整個臉不都出來了嗎 還整個消失過 不然這樣我把他們召喚出來 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嘿 啊 出現了 你第一次過來 因為畢竟我是音樂人嘛 原來你的音樂都這麼難聽啊 對 這是我的阿嬤 過世的時候放的音樂 哦 走得不是很好 其實呢 我們在現場有點跟林溝通 所以我們今天派了一個特派記者 去到鬼屋裡面 為我們進行轉播 哦 是嗎 對 我們聽我們特派記者 進到現場好嗎 特派記者有聽到嗎 主播好 哦 是 這裡是特派員哈姆 我已經來到了這個鬼屋的現場了 請問特派員為什麼會穿著像拉麵師傅 特派員 為什麼 我一進來就覺得這邊的氣氛跟這邊的環境 他在看哪裡 對 跟外面比起來有一點更冷了 所以只好先拿了一件衣服來穿一下 哎呀 感覺你剛剛打工結束過來 也是也是 所以現場有看到任何鬼魂嗎 或是什麼現象嗎 目前沒有看到 但是只覺得身邊好像有東西圍繞著我的感覺 有一個 你後面 你後面 好像被攻擊了 你真的有看到嗎 不關心了 請問現場直播主持人 你可以試圖跟鬼魂溝通一下嗎 你 你是誰 我是日本鬼子 他自己說了我們就可以說了 是日本鬼子 請問你們當初是怎麼死的呢 是怎麼樣過世的 怎麼樣死掉呢 吃雞肉飯的時候 突然死了 吃雞肉飯的時候突然死掉了 請問那你的朋友是怎麼死的呢 他死得好像幾乎沒有全失 好像只剩下一對眼睛是吧 你的那個朋友 他身體只剩6.4%啦 對啊 真的剩6.4% 6.4%啦 聽說 我完全沒有魅力 聽到的時候 果然是因為這個原因 幾乎都死了 對 剩6.4%的原因 所以到這個地方 剩眼睛 那你可以幫我問一下說 他們要怎麼樣才能夠成佛 不要在這邊遊蕩呢 怎麼樣才可以成佛 不在這邊遊蕩呢 目前沒有辦法 所以我也最近問一下 統領老師 請問現場 統領 剛好會統領 你會統領嗎 請問一下怎麼樣可以讓他們成佛呢 蔡老師 你們想辦法把你們的身體露出來一點點 什麼意思 身體 他們可以想辦法身體露出來嗎 好 我來了 接下來我會灌輸一點力量到你的身體裡面 好 慢慢的 褲子也快出來了 好 慢慢的 慢慢的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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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咕咕出來了 唉呀 再說下去真的可以嗎 那接下來我也希望我們的特包園記者 在旁邊做了一個 做一個舞蹈 用舞蹈超渡他 用舞蹈超渡他 我來唸一些佛金 然後你們就把他超渡 把特包園記者 來囉 好 我盡量 I am you I am you I am you 用Auntie I am you I am you 好當 好當 對不起 我們因為零的關係 對 這個現場有點卡 信號被干擾了 接著有一點麻煩 黑招有點沒辦法 我覺得這樣子好了 我們這個現場差不多結束了 那請我們特派員麻煩你等一下分一點陽獸給他們 好 不行 然後我們把這些事情解決掉好不好 好 好 那就留給你們自己解決了 特派員麻煩你囉 好 那我們回到棚內了 好 這個 你直播的訊號 我覺得中華電視可能要加強一下 他們啦 其實我們是簽有線的到那個鬼屋裡面去的 對 我們簽有線 那可能線中間呢 被某些老鼠啊 或是某些體驗的干擾到 是 那這個攝影棚真的要滅屬一下 對對對 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發生 我們也講了一個很禁忌的題目 好 是 那麼接下來呢可能就不這麼靈異一點點 可能狀況好一點點 好 沒有問題 好 我們來看我們下一個主題是 火星 火星啊 火星 我們宇宙要讓我們來探訪 它要轉的是不是 對 這是因為火星我們是真的直播畫面 才會來看 好 原來就是 這麼遠傳過來的 這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太空的關係真的比較遠一點 那很厲害啊 對 我們因為它地下室 所以隔了一個地板 所以比較難一點點 太遜了吧 都可以拍到那麼遠 可能還穿不過地板 如果你在當時疑我們團隊的話 下一次可能不會邀請你 你知道我們後面那團 脾氣很不好的 看得出來 不好意思 好 那你這麼了解科技的話 請問一下 對火星有什麼了解 火星啊 火星為什麼叫火星 是 為什麼 搖頭 其實你知道 想一下 這是把責任推給別人那一種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來引導大家 面對自己其實很有知識這件事情 那其實真的 我們之中對火星最有研究的 是我們的冠博士 真的嗎 對 他除了對鬥牛犬 對 我主修鬥牛犬 副修水星 還有主修火星也無聊 對 那請問一下 對火星的觀測 目前我們人類能夠到什麼樣的地步 了解到什麼地步呢 首先要先知道一件事 你用肉眼是沒有辦法直射這個火星的 直射嗎 對 因為大家沒有超能力 所以都沒辦法直射火星 冠博士你還好 還好啊 冠博士 肉眼名聲叫 還有綜藝感喔 冠博士 沒有 怎麼這個叫火眼金金啊 現在又到西遊記的那個地方去了 火眼金金 那請問你還想要了解火星的什麼呢 你問我吧 現在我們能夠觀測到火星 大概了解到什麼地步呢 稍微跟我們講一下就好了 我什麼都知道了 噢 屌欸 火星上面就是有 不愧是音樂人啊 不會講出屌欸這種話 蛋媽靠炫 不要這樣侮辱音樂人好不好 他還沒講出個屁欸 火星是有火星人的 真的 真的嗎 冠博士你不要說謊喔 因為我真的派了一組直播團隊到火星去囉 直播團隊去得了火星 直播團隊當然血套都傳得回來 直播團隊就去得了啊 在現場嗎 在現場喔 那我可能收回那句話好了 你害怕對不對 沒有通常火星人是怎麼樣 你們知道嗎 其實火星人在科學家觀察裡面 他是頭很大 然後有點半透明 然後很多的觸手 有點像章魚 但其實又不是他沒有吸盤 他純粹就是一個觸手 半透明然後裡面有一種類似 電的血脈 然後他會有點放電的感覺 然後走路的時候 其實會這個樣子 等一下你們看一定會知道 你說的就大概是火星人長這個樣子嗎 對 很多的目擊現場也都是這樣 沒關係 但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直接到我們直播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火星 現在火星是一個很沙漠狀的 大家都知道了這個狀態 對不對 它水分在底層下面 對 沒有錯 它現在表面是沒有任何水的 沒有錯 但是我目前還沒有 火星人嗎 火星人穿得很普通 就是迪卡農的外套的感覺 火星有迪卡農嗎 其實造型也跟剛剛康老師說的 欸 欸 喔 身體是透明的 但是穿著迪卡農 有吧 透明的 透明的 對吧 他其實把他牽著 他在護手 等一下 所以他是沒有身體的 呃 其實我 嚴重懷疑就只是個變態 跑去火星了 所以是個變態的火星人的感覺嗎 呃 個人 我個人 欸 他在玩那個裸體衣 但是他怎麼翻 我們還是看不到 啊這個 來 我必須要跟大家說 火星上面其實有很多喜劇文化 大家不知道 火星人其實他沒有講過 一定有了 對 他們的身體是透明 所以包括私密部位也是透明的 我在台上清火魚了 那是什麼啦 欸 OK 因為他們的喜劇文化 還發展得非常早期 所以他們很多性效化 對 性效化的發展人不見了 請問冠博士 那個地方文化就是這麼的變態嗎 確實 那個效果不夠純熟嘛 對 純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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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純熟的感覺 所以會有這種 這種裸體的這種效果出現 對 像剛剛其實他是一個人在努力的 喔 欸 原類出現了 喔原來不是火星 是猴星 猴星人 不是 不是諧音好不好 不是火星跟猴星 猴星人 是火星的猴子 喔 火星的猴子的感覺 喔所以他們那邊是有靈長類的 喔 真的耶 我嚴重的懷疑 欸 欸 欸 他們有什麼 這是火星人的屍體 他手上拿的是火星人的屍體 喔 確實你乾一乾一乾 在乾了以後 他想對這屍體做什麼呢 他可能想要拿來遮陽 喔 確實因為火星很熱 太陽很大 火星的猴子會拿屍體來遮陽 喔 OK 我來 火星人的屍體也有變態喔 我們也直接 他在眼斷子給他看 基本上火星就怕太陽的猴子 以及變態而已嘛 你們剛剛沒有看到他的下半身 其實有八隻腳 你們其實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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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隻腳 剛剛露出來了 其實你們不知道 你們不知道 好所以我現在知道火星的姿勢 就是沙漠上有個變態 然後這裡莫名的 已經有一隻猴子很怕太陽而已 火星很奇妙的 對 但是呢 我們在火星 我們的確也派了特派員上火星了 真的嗎 真的嗎 全副武裝的到火星 是這樣嗎 幫我們去採訪 如果那邊有火星文明的話 來 特派員 請問你到現場了嗎 特派員 這 我到了 太隨便了吧 不好意思 因為這裡的氣候非常嚴峻 剛剛到太空站買了一頂太空飯 但 不好意思 太空帽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對 因為你前兆都已經打開了 你現在能呼吸 我覺得你滿厲害 你超越地球人 這個科幻變成本有多低啊 真的 火星在現場 你現在看到她的身體嗎 你看到她的身體嗎 看到一團毛跑過去 一團毛 好像是奇怪的生物 哎呀 這是誰啊 快點把牠救了 可以握嗎 你握握看 你握握看 它會不會對你做什麼 好像有點和善 我們有點和善嗎 太好了 她的表示友好 請我喝酒 等一下 阿欽你喝酒嗎 試著跟她交流 你確定要喝那火星的東西 請問可以喝嗎 你現在就像酒駕喔 你等一下這個酒駕囉 你等一下喔 你看一下有沒有火星的交警在旁邊 沒有的話你就喝 沒有 你旁邊看 你旁邊看 等一下 他們是誰好不好 好 請問你是誰 我是日本人 這是日本人啊 你是誰啊 我是以前的日本人 以前的日本人 合理 合理 所以第一批已經到火星了 其實是日本人 日本人 好 但是為什麼他變透明了 可以問他一下嗎 為什麼你變透明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怎麼辦 那 誰要 誰要追氣 因為火星空氣很少 才要透明一下 所以你不是本來就是 所以他身體也是透明的 原來如此 當然很流行的搞笑 為什麼都是變態啊 日本人 他們想要特派員加入他們嗎 他好喜歡我們要打籃球 打籃球 他打籃球 好 十三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了 火星的笑話進化了 從此有變態的笑話 變成有這種投射籃球的笑話了 沒錯 他相信火星的幽默呢 可以靠日本人移民過去 慢慢地進化過來 好 也好 那我們的特派員 麻煩在那個地方 盡量跟他們再多交流 一些搞笑的事情好嗎 好 沒問題 好的 那我們先回到我們棚內了 我累了 我累了 這個還要說什麼呢 我很累 很累對不對 我很累 對 這個 現實世界太神奇了 對 這個時間關鍵真的很神奇 什麼事都會有 但是我們最後 最後 最後 最後稍微再討論一個主題 最後一個主題 快速的討論一個主題 滿好的 快速的嗎 沒問題 好 快速喔 好 我們最後一個主題是什麼 我們請看 人體的細胞狀態 人體的細胞狀態 是有很多奧秘在裡面的 細胞和細胞地底 對 但是其實說實在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過 其實一個細胞裡面 一個病毒體裡面 一個 什麼裡面 什麼 怎麼講清楚好嗎 來 仔細看目前這個圖 你仔細想想 想像 你可能曾經在某個火鍋店裡面 看著你的鍋子裡面 漂浮著你不想要吃的東西 來 認出來了 啊 喔啊 或什麼腸子在裡面 蘇大腸 還有看到燕腳嗎 還有燕腳對不對 還有光圍刀耶 對 那我要表達的意思是說 其實細胞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組成 然後我們放大來看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微觀的世界 喔 是的 對 那我相信接下來 這個話題就可以結束了吧 就此結束了嗎 就此結束了是不是 還是有什麼 其實呢 其實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真的請了個直播團隊 進到我們鞋關裡面去了 不可能吧 主持人 進去了 我也覺得不可能 但是我們直播團隊跟我說 他有辦法進到鞋管 所以我們真的來看一下 鞋管裡面的直播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是的喔 寫小板在這個地方 對 應該 紅血 紅血小板 像風馬桶一樣 衝出來了 說出來了 哈哈哈哈 出來了 偏偏知道怎麼解釋呢 各位專家們 來我們說一下 請問一下這個什麼效果 其實大家平常吃東西的時候要小心 你真的不知道你吃藝術的東西 會如何存在你的鞋管裡面喔 像剛剛那個東西 其實就是某一種外來入侵的病毒 某一種病毒 壞細胞 對 那麼跟著你的這些血小板 我們的靈長類基因也出現了 靈長類基因出現了 要填糖檢查啦 對 靈長類的基因 所以其實在鞋管裡面 除了就是血小板 紅血球板 一部這種之外 還有很多奇異的 對 這種東西越來越多 它就會阻射你的血管 非常危險 來 這個什麼都奇異的東西 有人不小心打了尖叫機 進去自己的身體裡面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前面有一台車子吧 血小板的龜殼出現了 那不是龜殼 那是硬化的血小板 硬化之後其實是會有一點危機的 好像 那個 安全帽也出現了 安全帽出現了 請問要怎麼解釋呢 這安全帽 還不會是 冠博士 安全帽怎麼解釋呢 特派員被吃了 大家那些人都被吃掉了 真的嗎 我們還真的有拍特派員 到血管裡面去喔 真的假的 特派員你還在嗎 特派員 我來了 怎麼進行 這裡 血管裡面還有嗎 請問這是誰 體內的血管啊 不迷生物的體內 不迷生物你想不到任何其他什麼啊 不迷生物 你的水流實在是太強了 我站不穩了 了解 那你站穩了 小心一點好嗎 請問 請問你現在 是 現在旁邊除了血小板 是 你有被血小板打到嗎 真的嗎 你好剛完美的躲過了 我一直在閃 你一直在閃 你一直在閃 可是我每次倒著閃啊 喔喔喔喔 喔喔喔 打到我 喔喔喔喔喔喔喔 特派員不要再陷激了 不要陷激了 請問你 等一下 特派員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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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派員 特派員抓住 抓住那個 我們要反問他 奇怪的血球 我們要反問他 我們要反問他 抓住一個 OK請問一下 他 訪問一下他們是什麼東西好不好 特派員 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是誰啊 你是誰啊 等一下你是誰啊 我是誰吧 日本人 又是日本人 好 真的講我們的文化 以及日本文化 進入到我們的血液 你看 鐵管的日記 對啦 我們都已經那個了 那可以請問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呢 另外一位 在哪裡 另外一位 就在你後面 在你後面 啊 又走掉了 你是沒有抓到 淘汰那裡也也是 你有雞 你旁邊有個雞 抓住 抓住 好 你可以訪問一下那隻雞嗎 訪問一下那隻雞好不好 問一下 你是誰 我是日本人 為什麼 為什麼 好屌喔 好了想必是我們這個生物的體內 留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因在裡面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這個血液裡面已經充滿日本的基因 對 我相信可能是一個搞笑藝人他身體裡面的基因 有可能 搞笑基因 那我們的特拍員 我們要結束這個 你可以幫他從血管出來嗎 我可以 那你自己想辦法 好 你不要再被其他奇怪的基因攻擊了 好 你要好好閃 拜拜 好拜拜 好老派 好老派喔 好我們回到棚內 主持人 這個節目其實是搞我們的 對啊 怎麼解說啊 主持人 什麼聲音啊 這個是一個搞笑藝人的放棄吧 日本耶 沒有這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嚴肅的科普啊 一看就 那也真的很感謝三位專家今天來參加這件事情 我們談到了靈異嘛 另一個我們看不到的世界 以及外太空 以及我們身體裡面的奧妙 這個五花八門講了很多 那最後呢想希望三位專家 給我們現場呢 一個人生的建議好嗎 人生 人生的建議 怎麼變成人生的建議 因為不管我們 我們是靈異的世界 或是外太空的世界 或是我們身體的世界 最終 還是我們的心靈健康是最重要的 所以希望你們說的話 可以讓大家心情健康 海風花妙呢 講什麼 好那我等一下就看你說的話 會有多妙好了喔 蔡老師 妙花龍子 那請跟大家 好 最後做個結語好嗎 讓大家心靈平和 好 大家這個 出門在外的時候 出門在外的時候 要紅燈的時候 也要往前走 大家就會比較的平安健康 那在最後那個 我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我最帥的模樣 然後 辛苦了 辛苦了好不好 好 當然蔡老師說得對 紅燈的時候不要往前 不然你們死亡率就會 然後 搞笑的時候也不要以為 自己眼鏡拿下來就會好笑 不然也會死得很慘 好 所以大家要保持健康好嗎 好 要注意 快死了 冠博士了 冠博士 那也給大家一個心靈平和的話好嗎 透過剛剛的這個影片 直播影片都看到嗎 關於人生的健康 那我們就得去日本玩 有沒有道理 去日本旅遊的話 放鬆身心 讓我們身體裡面的基因也可以活躍一點點 當然去泡泡玉 我快瘋掉了啦 這什麼節目 好 因為我們想到我們冠博士 在最後露出自己的本性了 好 那我們節目可能等一下趕快結束 因為他那個泡泡玉的事件預約好了 我們不好意思耽誤我們的冠博士 不然他會越來越狂放 最後我們何瑞航先生 我們股市專家 可以問我們跟大家報一下名牌 說一下心靈要如何變好呢 股票這件事情有高有低 套牢啊什麼的 大家不要在意太多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日本人他媽都是 是變態 記得這句話 記得這句話 唯一康先生 但是你旁邊那個是台灣人 他也變態喔 他等一下要去泡泡玉遊 你知道嗎 你是去工作吧 OK 他他 沒事 沒事 好不好 沒事 沒事沒事 好啦那今天呢 這個新聞其他家家 非常感謝我們三位專家 那我們今天現場到此結束 謝謝 謝謝大家 有夠蝦 這是什麼回事 這是什麼回事 這樣的節目可以的嗎 謝謝你 你們師傅上會不會檢討一下呢 是不是 他不是收播的時候 會有這種吵架有點聊天的感覺嗎 什麼節目啊 基本上剛剛這節目就是一種 我們新的挑戰這樣子 非常挑戰 連網速都是一個挑戰 對啊 真的 在一開始lag到不行的感覺 對啊好神奇喔 而且他們在那邊花很多功夫 為什麼我在那邊聊天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綠衣服超難脫的 他們還沒準備好啊 還是我們可以都會把畫面切過去看 真的嗎我畫面切過去看嗎 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